分享天主圣言 长今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天上的智慧 请大家聆听 长年期第25主日读经二 攻读圣亚哥博书三章十六节至四章三节 弟兄们 哪里有嫉妒和纷争 哪里就必有文乱和种种恶行 但是那从天上来的智慧 首先是纯洁的 其次是和平的 宽仁的 陋顺的 满有仁慈和善果的 不偏不倚 毫无交视 在有和平的地方 谋求和平的人撒下正义的种子 你们中间的纷争和冲突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身内争斗的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婪 若得不到便要杀人 你们嫉妒 若一无所得就要打斗争执 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你们求得不大 你们求财富 只为满足你们的私欲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主内的兄弟姐妹 在圣经上多次提到 人的私欲偏情 和圣神的引导 在这个药理问答当中 也特别提到了三仇 三仇呢 就是魔鬼 魔鬼 世俗 露身 其实这个露身呢 就是指的人的私欲 私欲偏情 露身本身 人无所谓善于恶 但是人的私欲 那就是恶的了 因为人是自私的 自私的人 只为自己的利益 不求别人的利益 当一个人 只想到自己的时候 那他就没有了爱 没有爱 自然也就没有天主 所以他与天主的智慧 是背道而驰的 在今天的读经当中 圣雅各博宗徒呢 特别告诉我们 那来自天上的智慧 是纯洁的 和平的 宽冷的 冷顺的 满有仁慈和善果的 不偏不倚 毫无搅饰 我们读下这一段呢 也就让我们想起 保禄宗徒之加拉达人书 所提到的 圣神的果实 圣神的果实呢 也很清楚 保禄宗徒说 圣神的果实是 冷爱 喜乐 平安 冷耐 良善 温和 忠信 柔和 皆致 而且保禄宗徒也特别强调 本性的私欲 是什么 他就提到 有淫乱 不解 放荡 崇拜 偶像 实行邪法 仇恨 竞争 嫉妒 愤怒 争吵 不母 分荡 度恨 凶杀 醉酒 宴乐 以及与这些相似的事 亚格勃宗徒呢 他提到了 嫉妒 和纷争 其实呢 纷争也是来自嫉妒 凶杀 争吵 不母 分党 也是来自嫉妒 只不过 保禄宗徒呢 他列的更详细一些 但归根结底 是由于人的自私 来自人的私欲 我们看到 亚格勃宗徒呢 他特别强调 他也分析的很清楚 他说 你们中间的纷争和冲突 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身内 争斗的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婪 若得不到呢 就要杀人 你们嫉妒 若一无所得 就要打斗争执 总之 就是为了得到 得不到 那么我就去争 去斗 去杀人 这些其实是来自 人的私欲 这不是来自天主 今天的社会上 这样的事情 很多很多 那在我们教会内呢 也有 我们教会内的纷争 我们也看到 这也包括 极个别的一些 神职人员 为了自私自利 而占领 某一个堂口 不愿离开 把一个堂口 变成了自己的私产 完全不顾 教友的利益 这种战身未亡的 行为 本身就是 一种自私 来自的私欲偏情 除了这样的现象呢 还有其他的 听说最近 在某些地方呢 有些教友 不怀疑某一个神父 就把教堂里面 撒上土 不让神父进 你撒土 是整对的神父吗 这很清楚 这是亵渎天主啊 这是给天主过不去 还有一些真女 如果有人进堂 就给那些老人家说 你们死了 不给你们念经 这样的事情 让人感觉到 非所思啊 这里哪里是爱啊 绝对是嫉妒 这不是来自天主 也看到过 一些自以为 非常热心的教友 可以除去给 教外的那些 老落姑寡 搭造卫生 洗头 洗衣服 理发 洗身子等等 还得了惊奇 人家教外的说 啊 你们真好 你们爱人 可是当 自己村庄的 一个老教友 过世的时候 这些所谓的热心教友 一个也不去 既不为这些老人念经 也不去 帮着神父 拜安锁 反而是呢 金月队的 吹完金月 过去就去 为王者 送经 祈祷完了之后 这边再去吹 而那些人 不见了踪影 为什么他们不去呢 是因为 王者的家庭 请的神父呢 不是他们喜欢的 那个神父 这是来自天主吗 这是信仰吗 这完全都是自私 亚各伯宗徒告诉我们 嫉妒 纷争 这都是恶行 这一切是来自 人的私语偏情 这不是来自天主 不是来自天主 真正来自天上的智慧 和这些 和人的私语 恰恰是相反 其实在圣经的 另外一个地方 特别强调 这些私欲偏情的时候 说这些是来自魔鬼 不只是来自人 更是来自人的 来自魔鬼 尤其 自私 或者说这种私欲 最后带来的行为 都是罪恶 那既然是罪恶 那能不能够 与天主的行为 兼容呢 天主是善呢 那与天主的智慧 更不符合 与圣神的果实 也不符合 我们既然自称 为天主的儿女 为什么我们做事 就不按照 耶稣的教导去做呢 不按照宗徒们 所讲的去做呢 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应当静下心来 反省一下我们生活 仔细地去 读一读圣经 我们有没有 把圣经当作 我们生活的标准 当作生活的标杆呢 我们有没有 真正地按照圣经 去生活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 一个自私的人 是没有办法升天堂的 自私的人没有爱 如果他爱的话 只是爱他所爱的人 正如耶稣所说的 如果你们之爱 你们的弟兄 那你们有什么 做了什么呢 罪恋也这样做呀 这个不叫爱 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一定要知道 来自天上的智慧 那就是真理 那就是 冷爱 纯洁 和平 宽伦 包容 仁慈 节制 善良 没有善良 没有忍耐 没有平安 没有冷爱 没有喜乐 那就没有天主 所以我们 从我们的行为上 也就是 从这个果子上 来看 这是不是一棵好树 所以 主内的兄弟姐妹 天主会看 我们的行为的 所以我们必须 按照 耶稣的话 去生活 按照宗族的话 去生活 我们不要按照 我们的私意 去生活 因为我们 按照我们的私意 按照我们的自私 去生活 我们 没有办法得救 因为只有耶稣 才能救我们 所以我们应当 学习天上的智慧 按照天上的智慧 去生活 这样我们 才能够 获得救恩